哈喽兄弟们好 我是刀圈里的小学生振远 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 巴斯蒂内利的一款战术执刀作品 小执刀 怎么战术呢 为什么叫战术呢 这战术刀要看哪几个点呢 一般来说的话 战术刀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护手 有护手的一般都是战术刀 在其他的一些点 比如说有血槽 有后部的尾锤 一体龙骨 当然也有些战术刀不是一体龙骨了 不过以美式为主的一体龙骨的战术刀 还是偏多的 比如说风狗 比如说1217 它就不是一体龙骨 但是其他大部分还都是一体龙骨 因为这个战术刀这个词 还是以美式为主 以美式为主 你像国内做的话 传统的刀具就没有战术刀 日本做的传统的刀具也没有战术刀 意大利那边做的传统刀具 也很少战术刀 它那边一般是一些 与军刺为主的比较多 巴斯蒂内利这个牌子 虽然它是在意大利来进行生产的 但实际上它还是个美国品牌 它的老板算是个美国人 因为它的美国著 OK我们来继续来看 这是巴斯蒂内利 它是一个黑色的PVD的涂层 这个涂层看起来挺帅 而且它有很好的防反光的效果 实际上这个涂层特别容易划伤 这也没办法 在涂层都这样 它这个划一下就相当于汽车碰了一下 对不对 它拿这个铁丝划一下汽车 那车漆是不是也得掉 所以说这个带涂层的 它都得划 你别管说它再结实 你的结实如DLC 它也会有些划痕 OK我们来继续看这把刀 这是它的翘 这小翘做的是很精神 但实际上这个翘做的是特别垃圾 没有一个翘的基础功能 不好推出来 它上面没有做槽 看到没有 上面的话按照模具的制作方法 上面应该加一个 加一个槽可以推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推侧面 推侧面 同时它的油刀卡的也不太紧 大概就是这样子 因为巴斯尼利的翘一直做的不太好 然后我们接那个定制K翘的单子 然后巴斯尼利的也比较多 要不就是锁得太紧 要不就像这种太松 反正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就是设计 设计特别好 但是它做工的话 还是要再加把劲 然后再加把劲 看看它的参数 它的尺寸是255 255 然后巴斯尼利的特点呢 就是薄 它的刀刃都非常薄 看看这个刀刃是多薄 应该是3到4吧 4 4毫米的 大屏幕 然后这个造型呢 咱们把它当战术刀也好 当一个日常切割的都挺好 还是相对比较适合日用的 因为买一些特别厚的刀 其实日用不了 然后看一下它的重心 重心就在咱们这个火口的位置 非常不错的一支